樓市焦點 繼續回來這部份就是樓市焦點 剛才也說過了 黃先生每次上來都會帶同學們 一起跟我們分享不同的經歷 今次我們會說一下趁他做老闆 請兩位同學先 包括五育中學的陳彩橋 他們是產品設計總監 哈囉 彩橋你好 哈囉 還有陳浩然 就是高雷中學的CEO 哈囉 你好 哈囉 兩位同學們 加上是會德鋒地產的副主席 經驗常務董事王剛耀 還有我們嘉賓主持劉思韻 Sawina 休息前跟Ricky談了很多關於市房 回來這一部分我們輕鬆一點 Ricky也有很多不同的公職 由於他們公司過去一直都支持學校起動計劃 學校起動計劃是趁他做老闆的展銷 亦在這周末五六日一連三天 在荷里活廣場舉行 我想詢問一下Ricky 其實我們經常說趁他做老闆都十周年 其實今年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你都提過了 既然今年是十周年 其實我們過往趁他做老闆都是學校起動計劃裡面 一個最受歡迎的活動之一 今年其實都有六十間的中學參與 都是一個實體的展銷會 跟去年就差不多的 亦都一起去參與的夥伴機構都超過七十間 我相信其實形式都是透過這個活動 其實我們希望同學去構思 或者去讚寫他們一些營銷的計劃書 產品的設計 還有制定一些銷售的策略 希望他們有一個真是做老闆的過程 還有這個體驗裡面我相信給到機會 他們學習一個協作的精神 很重要的 還有都要怎樣去和人溝通 因為在這個展銷過程裡面 都有很多人流的 其實他們都需要怎樣去接觸客戶 去推銷他們的產品 我相信這方面對他們日後 讀書也好或者一個生涯規劃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還有我見到今年其實就很有特色的 見到同學的產品都很特別 稍後或者兩位同學都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覺得他都很配合到 今天我們那個市場的環境 大家都在講一些環保的意識 還有近期我們都在講垃圾徵費 8月1日正式實施一下 他們的產品其實都有考慮到這個元素 我覺得都是反映同學們很用心去參與這個計劃 也都希望透過這個活動裡面 他們可以有一個寶貴的一課 還有一個人生的可以實踐 Grace 讓我來問一下 今天我們兩個同學 我這樣叫他 一個叫陳CEO 一個叫陳總監 先問一下我的CEO 浩然 我知道浩然 你們除了你們自己本身去做之外 你們還會拍攝一些弱勢社群的NGO一起去做 可不可以給大家多一些訊息 可以 因為我們趁虛做老闆 高雷中學 都一直希望可以透過這個計劃 去宣傳大眾保育海洋的意識 或者去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例如看照會 他是一個很好的社企 因為他會在社會擔任領導者的角色 他會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士去從業 我去參觀過他們的大埔宿舍 他們會在那邊睡覺 還有一個陶藝班 給他們上 有一個陶瓷室 而我看過他們的作品 我覺得他們的作品真的做得很漂亮 相對於我來說 真的比我更厲害 那CEO所以你決定用陶瓷了 這次是嗎 這其實是其中一個限量版 因為我們跟康志會合作的是 每天只有10個杯 其實這門技術真的很難 因為陶瓷覺得很容易 但其實又要搓泥 你不想像是搓泥 搓到手脫皮 搓完泥之後回到家 發現很痛 雙手都紅了 需要很大力去搓 還有藝術天賦 像我那樣的 未必能做得那麼漂亮 有同學也做得很漂亮 我有一個同學 他做了一隻八爪魚 很高難度 不要緊 CEO不一定要落手落腳 CEO最重要是有求老精神 最重要是想到合作和創意 飛過去問一下總監 是設計總監 彩喬 我看到彩喬今天還帶了五眼六色的東西 在我們面前 介紹一下 好 我們現在手上的首飾盒 本來是一個月餅盒 是我們收集回來的不同的舊物 我們把它重新設計 設計了它的內籠 這裡會有一塊鏡片 這塊鏡片 是我們收集回來的電腦 硬碟裡面的金屬片 然後可以用家的時候 可以一邊照鏡 一邊帶手飾 就是這樣 我喜歡這個概念 其實這個概念是怎樣來的呢 剛才提到月餅盒 其實很多人在中秋節都收了不少月餅 其實盒子近年都設計得很新榮 其實怎樣可以廢物利用呢 其實這個概念是怎樣來的呢 這個概念是 它首先是 本來就是這樣的 之後我突然想到 就會說 哇 它這個盒子很特別 打開來的時候 這裡的位置是沒有東西的 在想 不如加一塊鏡子下去 好像很有創意 然後我們就設計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所以店舖名稱是點點創意 點東點西 點東點西 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創意對於小朋友來說 其實是很好 特別是一些公司都需要創意的員工 有不同的想法出來 我想問一下 兩位同學們 其實透過這個計劃 或者這個活動 你們覺得有什麼得著呢 或者浩然先 其實我今年 陳虛祖老闆一直都有一個 令我受益良多的活動 而這個計劃令我最大的得著就是 因為我今年單任CEO 我感覺到 角色比較重要 不是 我真的感覺到 我真的感覺到 我自己好像在經營一間 中小型企業的CEO 就是想起每一步都真的困難重重 首先要由第一步的篩選對象 然後要製作一些針對他們喜好的產品 還要顧及運費、材料費等成本 最困難的就是怎樣去管理好一個團隊 因為團隊大家都來自不同的班級 不同的年級 大家都會有些代溝 都會有些不適合談 我只需要去磨合他們 浩然帶出了辦公室方面 最常見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很好 還有 最重要是一個一個發掘他們的特性 例如有些很好的同學 我就會叫他們一起參與產品製作 例如有些責任心很重 很有擔當的 我就會叫他們去參與營運管理 去確保我們的後勤是充足的 黃先生有沒有這樣分類 一定有 其實兩位同學都參加過 我們之前安排的銷售的工作方案 也都見到他們很積極去參與 還有我相信浩然將來都很有機會 成為未來的CEO 彩喬也是一個設計的總監 我相信這個活動 不多不少都是為未來去培育一些人才 彩喬你本身自己也覺得 在這個活動上有什麼得著呢 我首先是分為兩種得著的 首先最深刻的就是 首先我會覺得做一盤生意是真的很不容易 要想買什麼 之後又要想價錢買不買得出 然後銷量不好的時候 又要想回另一個方案去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 其實我們在想把舊物回收回來的東西 把它加工 這個過程其實是想讓人知道 其實舊物不單止是可以扔掉 我們是可以有不同的作用 就如這個這樣 已經有很大的作用了 一個月餅盒 然後再加上 我想說的是 再加上又要加上不同的創意 因為其實大家都有舊月餅盒 怎樣可以創意 怎樣可以賣出去 所以這個其實就很靠設計方面的想法 如果你想得好的話 整個設計 其實我看上去都不像一個月餅盒 是 所以這方面就很靠經驗 還有有時候都要黃先生他們 企業方面幫幫忙 一定會 其實我們每一間學校 一個企業都會幫他們 提供一些比較專業的意見 始終同學都是第一次做生意 那就經驗不是多 但是最重要是享受過程 還有知道問題在哪裡 大家一起去解決 很多時候的 我相信這個不多不少 都是日後他們會面對的情況 這三天可能周末期間大家都很忙碌 不過都去支持同學生 就是在荷里活廣場 我們一年三天 一定要支持同學生 當然黃先生 除了要支持同學生之外 其實都很忙 待會要回去售樓署那邊 我想看看你怎樣猜 全年的樓價走勢 全年的樓價走勢 我相信剛才都提過了 其實上半年的著力的都是成交 因為減辣的其實希望是刺激到銷情 或者令到成交提升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的經濟都是靠成交作為一個支持 當成交慢慢提升 或者發展商貨美的單位減少的時候 我相信樓價絕對是有一個條件 可以考慮去調整 加上下半年減息 所以我覺得上半年的樓價平穩 下半年的樓價其實有一個上升的動力 大概是5至7%左右 因為今年大家都看到 其實我們失業率都很低 經濟的增長都是正的 暫時來說樓價那方面 大家沒有百分百的信心 但是我相信減辣之後 這個信心是會逐步提升的 也都有機會今年的樓價是會 真的有一個機會有一個升幅 也都看到市場裏面 大部分人都預期下半年的樓價是有一個升幅的 這樣的幅度都不是很高 都是一個溫和的升幅 始終都是我們覺得樓市都經過過往幾年 都是需要時間去復原 有提醒大家 入市因應自己的情況 慢慢好好考慮 最重要是兩力而為 今天多謝黃光耀 也多謝兩位同學 包括了五六中學的陳彩喬 也有高雷中學的陳浩然 多謝兩位 非常感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